各位关注Block City活动的朋友们,大家好。 首先,很高兴主办单位的邀请,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 区块链,或者说分散式的账本,这样子的技术已经继3D列印,虚拟实境,人工智慧之后,成为另外一股席卷全世界的潮词。 但是呢,在这个潮词后面,我想是有相当重要的新的发明。 这样子的发明就是第一次,我们可以用一个去中心化,分散式同步运算的方法,在大家都事前讲好的时候,不需要人在中间去做诠释或判断, 是用这个共识的演算法,来让大家能够做到透明跟克责的要求。 为什么这个技术很重要呢? 因为,从各国来看,现在各国社会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,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,人民的团体跟团体之间,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信任。 过程的透明,事后说到做到的克责,讲起来很容易,但是却是目前几乎所有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信任的危机。 可以说信任才是目前最稀缺的一个资源。 而区块链的技术,当然不是所有信任问题的解方,但是呢,它可以在我们提出新的系统的时候, 给我们一个新的想象,而且甚至在落实的时候,也可以起到一个分散式资料库的作用。 在落实的过程里面,让更多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充分的朋友们, 能够很快地就取得一定程度的公众信任。 而且呢,我想特别强调,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区块链,都是基于开源open source这样子的精神。 open source的精神让整个社群能够对一个技术拥有它的掌控。 如果技术的发展不如你意,你随时可以把它分支fork,到一个新的方向。 如果两边的想法能够彼此互相匹配,随时又可以merge,把它合并到了一起。 这个跟台湾长期公民科技社群的茁壮,我觉得是非常合拍的。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,不管是黑客宗,论坛,或者是其他入门的讲座, 就是结合台湾各个大大小小社群的力量,大家共襄胜举,来一起向国际发声, 也和国际最新的发展互相接轨。 这个同样的也是互信跟共好价值的体现。 最后,我想预祝Block City这一系列的活动都能够圆满顺利, 大家满载而归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